大家好,我是郭永德,新加坡华尔团副指挥 在我们来临的小兜兜音乐会 这次我们将会介绍打击乐器 那在音乐会里面呢,我也希望大家有一些参与 所以我今天会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打击乐器 在家里用一些比较你们常用的东西来做一些简单的打击乐器 那我们在音乐会之前,会有一个工作方 希望大家带着你们的打击乐器来参加我们工作方 如果你工作方来不及参加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的打击乐器带到现场 在音乐会里面,我们会一起玩 那么第一个乐器我们要做什么呢? 打击乐器主要配为几类? 一种就是皮革类,或者用皮做的就是像鼓 那么鼓我们怎么做呢? 在家里,如果你找到一些像这样的东西 圆柱形的,或者罐子,或者什么 那我今天用的是什么呢? 我用的是这个纸,纸卷里面当中的那个芯 纸卷当中的那个芯 大家看到了,这是一个空芯的 当然这个纸很大卷,就是一般在厨房用的那种 那种空芯的,把它抽出来 然后呢,抽出来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找一个,这是什么? 皮球 这个气球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拉拉一下 找很多东西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把这个 长的这部分,把它剪掉 大家看到了,把这部分剪掉 小朋友如果自己在家里做 一定要妈妈,爸爸妈妈在场帮你们 用来拿剪刀,是吧? 所以,你要小心 不要剪到自己的手啊 然后这里呢 就有点困难了,你等一下爸爸妈妈 来帮你啊 我们把这个 橡皮往上面 放 如果不行,你就要找更大的皮球了 我这个皮球有点小 但是,应该还是放进去 我们把这个 橡皮,放在上面 这个就等于你的 骨 上面蒙的那层皮了 在家里的时候,我可以让爸爸妈妈 帮你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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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像这样 那,就是这样 所以一面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橡皮 为了让它避免跑出来 找一个 胶卷 把它给 站起来 很漂亮 一个小小骨 那我们用来什么 什么来敲呢 铅笔 为什么 大家不用尖的那头 要有这个橡皮擦的铅笔 因为它软头嘛 那你敲出来就会 就很好听了 这是我们的小小骨 记得,如果你做好了 就带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房 或者到现场音乐会 带着你的小小骨 参加我们的小豆豆音乐会 谢谢